隔西管道浮湿安装完成后呢 需要检查管道是否存在漏水 那么检查时呢,用试压棒往管道里注水 并地水进行加压 如果管道加压后还不漏水呢 就表明了给水管道安装了正常 那么在测试管道是否漏水时 就要用到试压棒 试压棒又称为打压棒,打压机 在工作的时候呢 试压棒将一定压力的水或其他的液体呢 注入封闭的管道或者容器内 通过观察液体的压力变化 来判断管道容器密封以及耐压情况 那么这是试压棒的外形 那么它有哪些部件构成呢 这是压力表 这压力表呢 有另外两番的刻度 这红色的 外部红色的刻度呢 最大值为40 它的单位为8 那么内部黑色的这个刻度线呢 单位为兆破 那么这个压力表呢 最大可以 测量范围呢 是0到4兆破 或者是0到48 这个8呢 就是公斤力 又称公斤力 大气的压力呢 大气的压力呢 是为0.1兆破 也就是说 大气的压力呢 为18 这个概念呢 就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由于大气的存在 我们人体呢 米平方厘米面积上 会承受1公斤的力量 大气压力 除了压力表以外呢 还有压杆 试压磅体 那么试压磅体呢 则是 打压用的 那么还有细压阀 细压阀就可以呢 减压的话 可以让它这个液体啊 或者气体露出来 减轻管道里面的压力 那么这是高压暖管 这里呢 水箱 这是拆下来的 这个还没安装的 这个试压磅 这是打压磅体 压力表 手柄 这个高压暖管 那么此外还有呢 这个固定螺丝和密封垫圈 以及过滤器 这过滤器 主要是防止打压的时候呢 一些杂质进入管道 那么这水箱 在工作的时候呢 在打压的时候呢 需要呢 往这水箱里面 注入水 再来看一下 这个如何用试压磅呢 测试 给水管道是否漏水 在测试的时候呢 第一步 用暖管 将冷热水管接口 连接起来 这样呢 这个整个冷热管道呢 就变成了一个管道了 就变成了一个 连接在一起的管道 第二步 将湿压磅的高压暖管呢 以 给水管道的一个接口呢 连接 那由于这个 给水管道呢 还有其他很多的这个接口 所以呢 我们要用了堵头呢 将 这个管道 其他所有的这个 接口呢 都堵上 并且将室外的那个 浸水管呢 罚门关闭 防止这个打压的时候 水往室外跑 往这个室外的这个 浸水管来跑 第三步 我们将水呢 加到这个 水箱内部 内部 然后呢 操作压杆 不但将水箱的水呢 注入 通过这个管道啊 注入这个 通过这个高压浪管呢 注入到这个 给水管道 随着水不断注入呢 管道的这个压力表呢 显示的水压呢 是逐渐上升 那么当这个压力表呢 毒素达到0.9到1兆破的时候 也就是说往这个 给水管道里面呢 注入了10倍的 大气压力的这个水 水压呀 有10倍的大气压力 9到10倍的大气压力的时候 那么就停止打压了 等待了三四十分钟 再来观察这个压力表 如果这个压力表呢 它显示的水压不变 那表明这个管道没有漏水 或者说它的下降幅度 小于0.1兆破 就表明这个 给水管道呢 基本上不漏水 如果说这个水压呢 等了三十分钟以后 发生水压降了很多 那么开始呢 打压的时候最高是0.9兆破 后来三十分钟以后呢 变成0.5兆破 那就表明了这个 给水管道呢 某个部位或者某些地方呢 有漏水情况 我们要递这整个 给水管道呢 各个接口和管道进行检查 找出这个漏水的部位 重新呢 进行了 连接安装这个接口 或者是 更换了 棺材 一般呢 这个正常水压 就是供水水压呢 不会达到0.9兆破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供水的水压 为0.3兆破左右 那么这个测试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电压 把这个水压加高一点 加到0.9兆破 来检查这个水压呢 30分钟以后了 是否有下降 如果下降 小于0.1兆破 或者是不变 那就表明这个 给水管道 基本上不漏水 这个检验合格了 我们这时候 就可以讲 就可以讲什么了 将这个 用水泥 把这给水管道 全部给封闭起来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